近代史上,两位日本天皇比较有名,一位是明治天皇,他的名字为新改革,对提升近代社会日版的综合活力有着显著的效果,影响深远,另一位是日元天皇。 在在位期间,曾爆发了二战,而当时的日军,也是侵略的一方,做出了许多无耻的事情,令人痛恨。 不过,欲人运气好,二战结束后,他秘密会见了驻日美军最高司令官麦克艾瑟,在短的几十分钟的会见里,欲人态度诚恳而又恭敬,这让麦克艾瑟很受容,最终双方达成妥协。 麦克艾瑟代表美方不再追究欲人的战争责任,从神端跌落人间,笼罩在欲人身上的光环不再璀璨夺目。 大家此时才知道,原来他们心目中一直碎碎念念的大神,竟然是一位外貌很普通的凡人,并且身上还有影迹。 而这个影迹,即使是欲人自己也无比苦恼,这就是困扰了他一生的见识和脊椎病。 从出生后,欲人就患有天生见识的毛病,不过见识还并不可怕,毕竟那时已经发明了见识镜,大眼镜也是一种时尚和潮流,只是不太方便而已。 但说的脊椎病,就有点难以启齿了,因为欲人被父亲家人立为皇太子后,遇事者将来他就是日本的下一任天皇,所以个人形象非常重要。 然而这个脊椎病,却成为了治愈欲人个人形象的一个重要问题。 因此从小时候开始,在欲人身边侍奉的人,就一直接受有一件重要的任务,时刻起醒,欲人昂首挺胸。 希望以此来达到脚症的目的,问题是,这种先天心的疾病,意志力是一方面,病情的严重性是另一方面。 作为皇太子,欲人所能够吃的苦自然不是太多,所以脊椎脚症效果就不是太好,以至于成年后的欲人,驼背的比较厉害。 欲人出现这样的问题,有很多方面的因素,在日本皇室自古以来,一直流行的近亲婚配,自然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影响原因。 从日本第17代旅中天皇开始,为了确保日本皇室血统的纯正,近亲结婚便在他们皇室内部流行开来,一直延续到欲人这里。 这种近亲婚配的结果,虽然是保罗天皇的血统纯正问题,可是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非常大,远得不说,欲人的爷爷明智天狂,腿部有毛病,而且所生的好几个儿子大都早要,生下的儿子家人天狂,从出生就患有严重的脑膜炎。 同时还有其他很多疾病困扰着家人,最终造成了家人严重的脑部疾病。 而对于人来说,在他被立为皇太子,到了成婚的年龄时,自己的婚姻大事不能做主,他的母亲为他挑选了一位亲王的女儿娘子,双方结婚后,他们所生育的儿子明人,也有脊椎方面的问题。 所以到了名人时,他要求自己有婚姻选择的自由,改变了日本天皇选择近亲结婚的历史传统,和一名平民女子每日子结了婚。 这样一来,或许困扰日本皇室的隐忧,会有得到改变的希望了。 mientras,按照 educ动员来进 Questions 呀 一 谢谢观看